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面当中有没有哪些是被错杀的股票可以注意的 但也要小心不要伸手去接天上掉下来的刀子 我们今天帮您做个总整理 标股新领袖我们看到的是金电 他在昨天吞下了近起来的第一根黑K 今天盘前又是利空照顶 因为大股东一光要出托手中将近两万张的持股 但是金电展现惊人的抗跌力 在此同时大家更感好奇的是一光你是大股东 为什么不跟着他一起起飞赚更多 宁可在这个时间点赔钱也要出场 背后我们带您看见两家公司的爱恨情仇 还有今天红基见到了久违的涨停摆 原因是阿蒙利率公布出来的市场当中非常的惊喜 相比何硕给人的惊吓 我们先好好来看看红基为什么可以谷底翻身 排名当中还有哪些低基期的业基股会成为存股足的新欢呢 今天带您来深入来好好的整理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川席会两大强权的惊人一握 握出让台北股市风云变色 到今天早上捅慌气氛还没消去 那个一早上你一看开盘那个气氛 大家想说哇 昨天七八十点 那今天要跌几点啊 本来才两百啦 两百 那得了 对 那但是我们要请有年副总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至少在今天大盘开提之后 慢慢慢慢的开始收敛跌幅了 几乎在尾盘要收到平盘 留下来大概七十多点的一个下影线 大家就很想知道 大盘今天直稳讯号出现了没有 还是还是有可能重演八月九月 一度破季线 一度破半年线的情景再度发生呢 今天用什么讯号看得出来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看 那第一个呢 我们用这个今天的K线来看一下 今天K线留了很长的下影线 下影线 对不对 留很长的七十级线下影线 看起来不错 看起来有反攻的契机 可是呢 我们先给大家提供一个这种技术分析的一个法则 叫做葛兰碧八大法则 那葛兰碧八大法则呢 它的原则是说 你跌破了这一个重要的移动均线 在这里是月线 那月线跌破之后呢 对 好 月线跌破之后呢 它要立刻反弹回去 三个交易之内一定要收复 如果没有办法收复的话 甚至于下礼拜一 再来一根黑K棒的话 它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一个继续下跌的一个走势 今天的谈 可惜啦 没有亮出来 所以看下周一可能是一个大关键 下周一非常的关键 以短线上来讲非常的关键 那么我们再从时间的转折点来看 时间转折点看的话 你没有发现 我们从这里到从这边开始盘整区 一直到今天是第19天 对 那之前有过两次同样的类似的走势 那么从这边盘整区开始 到见底是第22天 从这里盘整区开始到这边要起涨了 见底的最后一天也是22天 现在我们是第19天 20 21 22 还有三天 台子结算 下周发生 没错 刚好下礼拜三 下礼拜三台子结算 又是MACI调整我们台股的权重 然后又是第三季财报的截止的日期 所以相当关键的一个时候 刚刚好就碰到那一天是个时间转折点 所以我这样子讲比较坏心一点的讲 如果说礼拜一再跌 那礼拜二很可能就会继续跌 那礼拜三只跌的机会就非常高了 对不对 反而就是一般的投资人都喜欢涨 都很讨厌听跌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李永年又在乌鸦嘴 讨厌得要死 对不对 可是先苦后干是比较好的 也要跌回来才让你有买点 对 才有买点 我们再从月线来看 我们在月线来看 这个盘式到目前为止 会出现一个 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月线 月线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从这个是金融海啸之后的 最低点3955 开始起算到目前为止是第五波 陌生段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家都知道 OK 好 那么如果说按照一般的人的 时间转折的计算方式的话 它会从最低点开始计算 起算 从第一个月到现在是第28个月 是 28个月在飞鸿南枝细数里面 是前不发生后不着电 因为前面一个是21个月 再过来一个是第34个月 好 前不发生后不着电 所以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所以现在很多人 他们的算法 大家听意义 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起算 这边是1014点 或者是从这边开始起算 这边是这一波的正式的起涨点 从这个月起涨点算 这个月是第19个月 明年的1月份是第21个月 时间转折点 然后我们从这一点 10014开始起算 这个月是第32个月 明年的1月是第34个月 两个算法都在明年1月 所以我认为或许11月要整理一下 或许12月的盘中有可能会回档 可能也整理 对 可是明年的1月 见到高点的机会非常非常高 还有更高点 说1月好像还太远了 我只想到会下个星期 不会 就如果1月还见高的话 11 12月搞不好 是你想上车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买进的地方 没有错 搞不好 下个礼拜一回档 就是买点 下个礼拜一的动态会是活跳跳 还是跌不够呢 刚刚永连哥给我们打了一个pass 他说下个星期的月线 礼拜一有 月线能不能收复会是一个关键 你懂不能等我泡进去 等收盘灌仓了 再告诉我有没有收复 所以其实有一个所谓的 仙人指路这样的一个温度计 可以让我们知道 它领先大盘的股票 我们再看 一档股票叫做可乘 可乘 对 OK 为什么呢 你是我们看可乘还是买可乘 看可乘 先人指路股 因为他们是先行的指标 你不要去做第一名 我们做股票做第二名就好了 可是可乘先跌了 9月 如果报到可乘的投资人 对 足足这个波段跌掉 110块 我已经看过了 那这个是预告了什么呢 跌了31% 对 对不对 可是呢 注意看 他在9月29号就见到低点了 开始反弹 对不对 10月17号 他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把10月17号这个日子标出来 因为我们的大盘呢 在从10月17号开始横向盘整 区间盘整 对不对 一直没有涨没有跌 区间盘整 盘了17天 好 OK 我们的他这个可乘呢 他17号是收黑的 没有错 可是18号开始 他开始一路往上走了 他是不是告诉你说 这个大盘呢 在经过盘整回档之后 他有可能要开始往上走 他的代表意义在哪里呢 台积电或鸿海 我可能可以背后代表 是一个平概股的指标 或是全支很大指标 可乘你看的是什么 他也是平概股的指标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当初会被杀下来 是因为全市场都在讲说 iPhone X会延迟交货 然后呢 可乘的这个金属边框 没什么价值啊怎么样 就讲了一大堆他的坏话 所以他跌下来了 结果后来发现 他没有坏啊 利空跌不下去 对 然后等到大家要跌的时候 他开始涨了 更重要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大家有没有看到 礼拜三 他是收了一根黑黑帕 当天呢 其实呢 礼拜三的时候呢 这个加权指数 并没有怎么跌 还在盘 昨天大跌 他收红的 今天小跌 他收一根中红 他是不是已经告诉你说 我都是领先四三 那为什么另外一档 你看哑光呢 之前我才见得你提醒大家 这个颈线位置104 不能破 今天看起来好像 最新都有一点点 奇迹可危的味道 它所代表是市场投机的 这块力量吗 对 没有错 其实看起来 我们这样子讲 讲他投机有点不好意思 我讲 是吗 我觉得是 是 好 怎么看 因为为什么讲说不好意思 因为他第三季赚钱 也是 他以前是赔钱 他现在赚钱了 OK 好 他毕竟有一点体质 这种股票 其实我叫他叫做 春江水暖鸭先知 所以我叫他们做鸭股 鸭股 OK 好 因为他们会先知道 为什么你看一下 他从10月6号就见到高点 开始回党 对不对 我们的大盘是什么时候才回的 昨天才开始正式的回党 对不对 他已经先回党了 可是他今天已经立刻跳起来 他在110块这边就撑住了 就撑住了 昨天就已经有支撑的现象 对 所以他其实 他是先反映了这个大盘 要开始做一个拉回 可是他也同时告诉你说 他准备要开始反弹了 因为不管从量价关系 从基本面 从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这档股票都有反弹的空间 好 其实这个大盘 到底有没有办法 在下个礼拜出现比较明显 不只是指纹 甚至反攻的讯号 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公布了10月营收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这其实一动不得了了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占全职的 葱哥带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10月营收公布出来 营收是再度的创下历史新高 当中是受惠这个10代米 还有苹果A11晶片的一个出货 如果说台积电今天公布 这么好的营收 最近大盘在 有点点风雨飘摇的味道 下个礼拜这样子的一个 营收利多的反应 你认为会在台积电 或是台股的一个K线前线上 带来一个激励 还是有可能又会 大家怕得利多出去 事实上今天台积电 已经扮演整个大盘 稳住的这个中心 大家记不记得 刚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开盘是开低的 开低台积电也是开低 后来你看 它今天的K线 是拉了一个下影线出来 也就是说它领先翻红之后 整个盘面才被它带动起来 所以如果今天 由台积电往下杀的话 那当然整个台股 就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台积电 能够往上拉一个下影线出来 当然最重要就是说 它公布了10月的合并营收 这是945.2亿 创了历史新高 然后月增率大概是6.7%左右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因为依照台积电 目前它的看法 因为iPhone X 进入这个出货旺季 10奈米开始要大量的出货 所以台积电 它自己本身的预估 第三 第四季是 2757亿到2788亿左右 这个营收 如果用这个营收的区间来看的话 因为它毛利估45到50% 它的台币是30.3的标准 假设第四季 台币没有升值的话 可能它就没有 汇损的压力 如果用这样来算的话 我们用这样推估的话 它第四季的获利 可能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来算的话 它今年的获利 我刚才再估算一下 大概逼近EPS13块 13块你去除以它目前的股价 240块 其实本益比不到20倍 算是如果用国际的 这种龙头公司来说 它本益比不算高 所以现在重要就是说 你看它在240块左右 一直盘 一直盘 一直盘之后 如果下礼拜公布这个利多数据之后 能够往上冲的话 那当然可以带动整个大盘往上 今天相比大盘已经强了 大盘跳空往下破月线 台积电很稳 我们现在就要观察就是说 因为它公布这个营收之后 会不会有外资法人 重新来修正它的这个评估报告 我们讲到了这个台积电 就在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Q3的财报 那么其实就指望说 下个星期的台股 会不会让它一飞冲天 它要来领头羊的角色 还有另外一支大牛 也要准备跳舞了 红海有机会吗 我觉得它今天盘中的变化耐人寻味 没错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盘中的红海K线是这样 盘中的走势是这样 其实最近都是这样 盘到尾盘之后 你看突然之间在12点半左右 后来就出现千张千张千张以上的大量 你说像这种全职股 你出现千张大量的时候 大家特别关注 看到底是谁在里面进出 对 没错 那如果我们用K线来看的话 因为红海这一波 其实有点相对大盘弱势 它今天在这个地方 搜出了一个红K线 比如说有人在低档承接起来 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红K呢 我自己是这样解读 因为它通常都是在最后一天 公布它的营收报告 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 它的9月营收是 大概是4,350亿左右 那它现在人家就说 它这个10月营收 对它来讲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的历史新高是4,800亿 是去年的11月 它今年 现在大家都看一个数字 说如果它今天公布的这个数字 能够突破5,000亿的话 5,000 那就是历史新高了 对 历史新高 第一个它要突破历史新高 那5,000亿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对鸿海来说的话 它第四季业绩一定是没有话说 对 一定会非常非常棒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确定了整体的群 平概股 真的是第四季业绩会非常好 另外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奇的是 今天快一点的时候 连续几张大单敲进来 是什么风吹草动 那你听到什么消息 诱发了这样子的一个买牌 我觉得大家一定是在赌 今天鸿海公布的这个数据 假设它公布的这个数据 是非常棒的 譬如说5000以上 搞不好下礼拜一 就直接跳空开高往上走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外资是非常care这个数字 加上说 它现在也不是在高档的位置 它现在是低档修正 往下回跌之后 所以很多人就进场说 以这个目前他们所能掌握 你看台积电公布的数字 因为成长6% 那如果以台积电 都能够成长这么多的话 那鸿海来说 应该有机会成长得更多 还有一点 苹果股价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鸿海怎么没有反应 是 没错 我们看到苹果的股价 一直创历史新高 你看昨天即使有拉下下影线 还是在往上收高 所以就目前看起来来说的话 整个苹干股是一片热闹轰轰 那鸿海的话 我们就看今天 它公布的这个数字 大家观众朋友注意 5000亿 5000亿比5000亿更高的话 那鸿海下礼拜一 可能会有好戏可以看 在刚刚我们看到了 有年哥跟我们预告的波段理论 22天 最后落在下个礼拜三 我们就看到了 MSCI要调整整个台股的配重 同时那一天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看到台指期要结算 下星期对台股 有哪一些扰动的因素告诉我们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下周的这个操盘重点的话 重点在第一个 你看礼拜一的话 有16家的法说 KY法说会陆陆续续登场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值得大家投资人 好好的留意 为什么 KY的股票 大家过去都没有很注意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今年的GISKY TPKKKY 还有另外一个KONKONKY 都是从很低档 然后一路往上涨 因为过去大家对这些股票 都不熟悉 譬如说金融庭捐 真的假设年初我问你说 KONKONKY在做什么 可能搞不清楚 可能真的不知道对不对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从来是涨上来之后 就涨上来 涨上来我们就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忽略掉 所以好 我们就从这个KY的股票 16家公司去挑出一些 我觉得值得大家观察 那这个观察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它的位阶在相对的低档 譬如说这个日程KY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新闻网 之前曾经说过 它是做什么 珠宝 四华洛士奇的代工的这家公司 就是它 还有包括很多国际的大厂 在代工珠宝 就是这家公司 潘朵拉也是吗 对 没错 它目前的股价 也在位在相对的低档的位置 另外一个泰森 泰森 我考庭圈 你知道他做什么 真的不知道 博圈我知道 泰森我不晓得 所以你看连亭圈这么专业都不知道 那你看泰森是做的 泰森它基本上是做 泰国的这个纸尿部的现场 的市场 它是越南 越南的纸尿部的市场 它是越南第二大纸尿部公司 所以说这个也是跟东协股票 搭上关系 广华KY 广华KY是做车子的车体 还有一些内装的部分 你看它目前的股价 其实也是一路的往上攀升 JPP的话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 因为去年曾经有炒过一波 航泰的工业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这四档公司 我觉得值得大家观察 因为第一个 他位置都在相对的低档 而且大家不注意很久了 我会说他在法说会说一个 大利多的话 那搞不好股价 会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这是在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 礼拜二的MSCI这个议题 因为今天的盘面上 也是有一些被这个消息干扰到 预期是调降的 大家都怕说会调降 那到底会调降还调升呢 因为MSCI他们名称他们是这样子 就以过去一季的股价表现的状况 如果以过去一季的表现的状况 来说的话 你整个亚洲的地区里面 台股的确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好 而且最近他们的重心 都开始在看中国市场 所以大家就想说 那这样子台股 会不会被微腐的调降 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 真的是微腐的调降的话 会短线上稍微有一些利空 但是只是稍微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 今天为什么可以拉下影线 事实上外资他也没那么看坏 第二个就是最近的内资 已经炒热起来 他怎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离场 所以假设真的往下沙滩 他就一定往上拉起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那观察重点是 因为现在市场传出说 华邦店 望宏 文贸 这都是今年很飙的股票 他有机会纳入 因为他们的市值 都已经达到一个标准 符合国际的认证的 国际配备的标准 纳入机会是高的 对 纳入机会是很高 但是我反而要提醒大家 他会不会纳入了之后 短线是一个利多出境的一个状况 大家可能要稍微留 因为就过去的例子来说的话 短线他可能会有稍微表现 但是可能还会再进入一个震荡 但是中长期的话 他们可能还是走多 因为中长期的很多外资 还是会陆陆续续的进场一个状况 那第三个就是 大家刚才俊相跟婷权都讲到了 台子期结算 台子期结算 我反而觉得 这个会有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 大家看到台子期的 这个新月份的开仓 是在10月18号 他开仓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台股的这个指数 是在10750点 那今天的收盘是10730几点 等于是说 这一个月以来的这个期值 几乎是黏着不动 黏着不动的时候 这时候结算最怕什么 遇到突发性的利多或利空 这两天大家就开始怕了 会不会开始结算又一波压力 所以现在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说前一天 也就是说礼拜二的晚上 假设那天的美股 有重大利空的时候 因为其中结算是这样 它是一个助涨助跌的一个指标 如果假设那天 真的美股有重大利空 那会不会往下压盘 那如果假设美股有重大利多 那会不会往上拉盘 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观察 但是我们看两个数字 就是10650点跟10850点 为什么抓这两个时间 因为这一波的高点 就是在10850点 那今天的低点大概是落在 10650点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上档 你看一到10850点的时候 卖压就很大 就上不去 但是你看今天又拉出了一个下影线 所以看起来的话 短线还是在这个正方区间 但是如果破了这个两个区间的话 或许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方向 会出现 对 说到下个星期的台股操作心法 就容许我们今天在晚上 假掰一下 给它闻清一下 我觉得这个盘 你就不得不假掰了 你要想很久 这个让我站过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还君明珠双泪锤 耍来都恨不相逢未驾驶 好有诗意 我跟你讲 我的解读 大家笑了 我的解读是 谈感情是如此 千金都难买早知道 真的 买股票也是 好 我们的永年哥出来了 来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盘局 乱 越来越活跃 越来越 对 你要讲它动荡也可以 那庭权常常讲说 拉回是不是买点 但是手伸出 你接到的是珍珠还是刀子 这时候就要好好来跟我们说 下个星期一 我们要注意什么 我现在举四郎股票做的例子 那第一个就是 就是刚才居相哥说的 还君明珠双泪锤 恨不相逢未驾驶 当然 什么意思 大家都很恨 就是说 为什么我没有在这里买它呢 像你举止来讲的话 好可惜 嘉练一我为什么没有在这里买它 都很后悔 可是 或者是跌下来的时候 我怎么把它卖了呢 就是这个想说 你看这个橘子 橘子昨天这一根 会不会很多人 就这样被洗掉了 一定洗掉 而且有证据 一堆人被洗掉 大家看 昨天的融资余额 它一打下来 它昨天的差距非常大 从最高96跌到84.9 跌了11.1 但是吓死人了 然后一堆人被吓出来 你看融资余额减少2189张 所以很多人在昨天 对 把橘子卖掉 没有想要今天拉了长虹 把昨天的黑黑给吞回去了 对 几乎要吃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昨天 就很多人这个 还君明珠双肋锤 你就把那个股票给让出去了 对 就让出去了 OK好 错卖了吗 重点在这里 就是说它还有能不能够再创新高 重点 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 礼拜二非常重要 要注意一下 因为昨天的量很大 4万多张 那么它昨天的高点在96块 如果说在下礼拜二之前 它的收盘价能够占上96块的话 那么眼泪真的流不完 真的就是错杀了 对 错杀 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就是只要它在两天 两个教育之内能够收盘价 能够占上96块的话 表示昨天的大量藏黑 巨量藏黑 它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一个良性换手 那它就有机会继续上 但你也要给大家一个讯号 什么时候可能该跑 OK 好 对不对 的确可能搭上去 但什么时候该跑 这女生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稳重一点 对 真的吗 我超怕陪险的 OK 好 那万一不小心 它又跌破了84块9的话 那昨天的大量就变成套牢量了 就变成大量成头了 那就最好赶快先闪开一点 让别人去掉眼泪就好了 OK 另外一档 加联益 加联益这档股票 其实比这个橘子要漂亮多 没错 比较稳 因为至少它的基本面 没有什么疑虑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 它一直上来 一路上来 它就是价涨量争 一直量价配合 昨天其实它没有怎么跌 对 昨天没怎么跌 可是融資余额少了 总是在砍 这会不会也是 恨不相符为价实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吓出去了 真的被吓出去了 你知道吗 吓出 那个眼泪都吓出来了 结果 吓出去了 好 然后昨天没有怎么跌 融資余额少了1447张 然后它今天还创颇段高 是 其实它有个关键 它有个关键 这支股票是不是真的 会让卖掉的人流眼泪 关键在礼拜一 礼拜一只要收红 它就还有更高点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是 伸手出去接到的是 萌成的珍珠 灰尘打一打 虽然跌掉了一根 没有被吓出去 或者是你沉滴去接 接到的是珍珠 但如果这套是刀子呢 这套刀子就比较麻烦一点 就很痛 对 很痛 不是流泪是流血 哪些可能是这样 你举两档 一档是训捷 训捷很戏剧化 怎么会长这样的 非常戏剧化 对不对 它不到三个月时间 你看它涨了206% 从13块涨到26块8 它涨那么多 当初的题材是什么 无线充电 没错 对不对 无线充电 好得不对了 讲的是此骨只因天上 有人间难得几回见 对不对 它第三期财报一公布出来 赔钱的 赔0.25元 那这样这三根拉上去 这三根跳下来 是洗盘吗 OK 好 它是不是洗盘 我这样子讲 我们也不对它的基本面 对它的股价 做任何评论 我们只告诉它 从技术面告诉大家 它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它在礼拜二的时候 它是跳空上去的 然后礼拜四 昨天是跳空下来的 在这里流了一个双重的跳空缺口 这个双重跳空缺口的位置 在24块8到25块 有没有一点导型反转的味道 对 这个就叫导型反转 是 叫导型反转 什么叫导型反转 它是一种最强力的反转型态 它原来很强 但它很强力的反转 就表示它变得很弱 跳空上去又跳空下来 对 跳空下来 跳空下来 那么呢 不过它有一个关键时刻 也是在下礼拜二 如果在下礼拜二 它还能填补到25块 这个跳空缺口的话 能填补起来的话 它就把这个导型反转的形态 破坏掉了 它还有机会再往上升 所以下礼拜二副总 再来解一下 OK 再来上节目 昨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导型反转讯号的话 你会觉得那就几乎 等于是做头的讯号 对 可是这个头你看起来是只有一半 看起来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 对 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可是我这样子讲 因为为什么说 刚才俊向哥 为什么说只有一半 因为一般的股票都是这样子 做个M头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半而已 不成头 可是呢 这种M头的反转形态 它算是比较客气的 对 这种导型反转的反转形态 还有整理一下的 尖塔形的就下来了 它就是整个 对 尖角形的 就下来了 所以这种的 这个反转形态最可怕的 好 另外看一下网家 另外看一下网家 明天1111 对 网家怎么会这样 结果它今天你看 还来一根长黑 还在破底 真的没什么意思 它为什么会 因为很简单 你看第二季 它还有EPS还有1.17元 第三季公布 赔钱的 -0.12 对 它赔钱的 我们这个拉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是从2009年开始拉过来 它的历史高点在537块 今天剩134 最低到132 这个应该是200 2015年的7月 它的高点 对 在这里 对 没有错 那时候500多块 然后虾皮来了 对 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 虾皮来了 虾皮来了 它就一直下来 那一直下来 那这档股票 还是都不能接 对不对 这档股票我跟大家讲一下 看起来它已经做了一个 长期的 这个叫做头肩顶 头肩顶 头部形态已经非常出来了 那么基本面我们先不管 它以后要怎么反攻复国的大业 那都是其次的问题 现在大家会看 就觉得说 它是不是已经跌够了 因为跌回起涨区了 对 它这边的角是115块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它那个时候 一年赚多少钱 7块钱左右 对不对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在4块 这边大概只有到7块 OK 好 现在是赔钱了 好 然后一个重点在于说 技术面上来讲 它这边是稀波下跌 一般的稀波下跌 它都会分成5波的下跌 目前还在第三波而已 所以可能还要再整理一段时间 好 到底还有哪些股票 恨不相逢为价值 也是卖错了时间呢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了金电 正是这个波段来 整体大盘最标的一档 全职股 怎么没有想到说 开始大股东要卖 你知道之前三安光店 才任赔11亿 把手中金电持股卖出去 就没有想到现在连一光也跳出来 计划出新手中持股 阿忠哥帮我们看一下 怎么会大股东 在金电涨这么高的时候 没有给他拍拍手 说基本面好好的已经改善了 反正这时候喊卖 到底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里面 我们有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叫股价涨多了 为什么 因为金电的净值是多少 46块 9月1号的时候 它的股价只有31块 所以那时候我们讲三安 居然低于净值 它都认赔卖 那为什么它会认赔卖 那可能跟技术有关 好我们等一下讲 技术面的一个问题 另外金电 金电就聪明了 你看大陆人就比较笨一点 就是还没到净值就卖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过了净值 现在的股价 它从9月到现在 外资加投信总共买了多少 买了多少张 18万张 占了15个percent 15个percent买下去 那个叫什么 嘎法人的空 那为什么嘎法人的空 因为大家都在讲一件事 就是Q3的时候 金电有一个很杀手级的东西 在市场大卖 叫做红外线的LED 那这个红外线LED 为什么会大卖呢 因为iPhone X上面用的3D sensing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要必须在手机上 必须要用到这个红外线的LED 还有红膜辨识 也会用到红外线 所以让金电 可能第三季的数据会很好 所以法人就买呀买呀买呀 把镜子拉过去了以后 那现在第二个大股东冒出来说 我也准备要出了 虽然我也赔钱 这不是很奇怪 你说大陆人不聪明 当然也比较聪明吗 既然法人大胆地敲进去 跟着让他子弹再飞久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讲说 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爱恨情仇 我们要一一解释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这两个都是大股东 对不对 好 那你看三安是更多 三安是比逸光还在多 几乎快一倍的股权 对不对 他一下任赔卖亏损多少 11亿 对 11亿 那这边也是 因为他们两个持股成本是差不多 都在70块 现在他在60块附近 逸光已经要卖他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说 为什么要卖 好 这里面我们先看 这里面是股东结构 对 逸光代表的是什么 在董事的持股里面 他是最高的 因为三安原来只是大股东 他没有办法进董事会 是 好 那在董事里面 逸光是最高 那我们就讲 逸光当初为什么要当他董事 很简单 因为逸光是下游做封装的 他要掌握上游金元的颗粒 垒金粒 对 垒金粒 所以对这个逸光来讲 他跟晶电是有存值相应的关系 那可是后来的发展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 我们就要来讲到 他们在中国的整个发展 那Everlight是逸光在中国的品牌 因为他想做中国的家用造明市场 可是做品牌很烧钱 烧钱是一回事 重点是你在中国会碰到敌人 那中国的最大体验叫什么 叫慕林森造明 这是中国第一大的晶圆 就是LED的封装厂 好 那不好意思 慕林森造明 现在他的家用造明的精力 有三层的订单 需要三层的量 跟谁拿 跟晶电拿 所以这个东西 我懂了 这个真的有关系 这个真的有关系复杂 你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说 今天逸光跟晶电 应该是手牵起来的马吉 老夫老七 老夫老七 对 结果没有想到 原来老夫老七是在台湾牵手 打台湾市场 大陆有小三 到大陆的市场以后不对了 虽然义冠也要发展大陆市场 可是慕林森更大 在中国市场稳稳坐在那里 慕林森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事情 慕林森最近后来把欧斯朗给病了 大家知道欧斯朗 是全世界的家用造明市场的龙头 而且现在我们刚才讲的 红外线LED做得最好的也是欧斯朗 所以慕林森买对了 那现在慕林森又可能跟晶电 两个手牵着手一起进去欧斯朗 这样子让逸光情何以堪 那脸面何在 好 所以那你就看到就是说 这里面就变成大家分分合合 为了先进的技术 他们要去牵 那你看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三安光店 晶电的股价一路飙对不对 很可怕 因为晶电飙很多 涨一倍对不对 三安也没有少涨 三安从17块也飙到29块 也是快翻倍 那现在大家都还在谈一件事 就是下一代最大的题材 叫MicroLED 这个MicroLED 为什么很厉害 就是MicroLED比传统的LED 它是叫微缩100倍 意思就是说过去的我们的这个LED的厚度 大概是100微米 未来是剩下多少 3微米 所以微缩缩得更小 那这个缩小微型化的封装 其实对这些封装厂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所以未来的技术到底要怎么做 做什么 晶电很可能要把钱拿回来 把这个钱收回来以后 赶快去找我的下一个出路 所以有人分析说有可能 一方面是为了这个 大家在商场上的竞合关系 另外一个也是为了发展我未来的技术 我要去找新的方向 好 但是当然今天晶电股价 非常的受到外界注意 因为昨天是击杀 今天看起来跌不下去了 外资还大力的站在买方 我要问一下这个金城大哥 因为晶电这波的股价 你看大概从8月开始 这样一路上来 其实涨是非常的一个凌厉 再加上还有外资在助政 会不会波段还没涨完 会不会易光真的卖错了 从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刚刚阿忠哥已经讲到了 这个爱恨情仇 他在这里我管你的 我就先把他卖掉 卖掉以后今天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稍微讲一个 他是董事长 他在开股东会的时候 如果这个晶电说 那我要让利给慕林森的时候怎么办 你到底赞成还不赞成 那你就抽我的血去为我的敌人 慕林森是他 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他怎么办 我干脆切切 然后我可不可以去 我以后精力 我干脆我也给你切了 我就跟山安买可不可以 山安一定给我 给比晶电还要便宜的价格 这还用讲吗 而且我山安能不能介绍我几个客户给你 有可能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他干脆切切 而且我才持有19800张而已 那我现在切一切也就赔3亿 搞不好我从山安那里接到的客户 是3亿人民币呢 多赚3亿人民币 有没有可能 你这个盘算 对啦 是充满了人性在里面 不过如果投资人会好奇说 今天听说大股东要卖这个股票 我就怕了 就怕了 可是今天股价就告诉你 不用怕 不用怕 这个是这样 他要卖总数是19800张 大家就要讲说他如果卖一半 超过一半要自然解认 懂事要自然解认 所以说你如果要卖 如果19800张给你卖 你知道今天昨天一天成交多少张吗 10万张随便你卖 对 如果你19800张 我一天成交200 那我当然怕 那我不怕 昨天外资买15500张 今天再买5100张 来啊你卖 外资是站在买方 而且你有可能卖的时候 外资说不 你盘桌转账给我 就一个价钱 真的9000张 卖出去之后 其实就包起来根本看不到 其实看不到 因为就像一个小气球 放在大波浪里面 是看不到 基本上是这样 重点是 在这个以后呢 到底外资对 晶电是不是 还是以前一样 一直在买 今天我们最起码看到 他还买5100张 所以 何董事你的话 你也站在外资那一边吗 基本上如果 就刚刚阿仲哥有讲到 比如说Michael LED 然后还有这一个 红光的LED 红光LED 红光LED它现在在扩产 虽然它以前的占比只有5% 但是它到明年大概会扩产2倍 红光的这个部分 现在很夯夯的要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下 外资在买也看到这一块 而且它在Vset这个部分 其实它的制程 比如说IQE的制程 就是用那个雷射的制程 它的制程其实是一样 用的基台也都一模一样 所以它有可能也会切入这一块 也可以share一部分IQE的市场 是这样 那你看我们讲IQE就是这一个 它用的是生化家的那一种 那一种所谓的雷晶 那它原来 IQE你看它今年涨最多的 就是它涨300多% 晶电还不算什么 对不算什么 你看它才涨175% 对不对 它涨322% 所以来到这里你看到了 它原来的占比 为什么它涨这么多 它原来IQE在Vset 这个红外光的雷射 它是叫雷射 这个雷晶 它占比以前17% 但是这一次苹果进来以后 它占比到48%了 它现在你要买也没有了 它的产能已经全部都被包了 被谁包了 基本上来讲 被这个苹果相关的 像鲁门腾的他们这些 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这个部分 所以来到这里 红外光的光源 会是未来LED 你要去专注的一个方向 IQE你已经知道这样 其实做红光LED 还有一个叫4956的光红 它的占比比它高 它占比是47% 现在拉到现在 你知道光红几%吗 60% 所以今天外资 外资是卖隆达买光红今天 今天外资卖隆达 买1793张 然后买晶电5100张 买光红600多张 所以这一组都可以 这一组都可以 就是这三个 红外光的相关相机 因为LED现在最夯的就是红外光 因为它产能已经爆了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从晶电开始爬上来之后 大家开始去找过去的产业LED 是不是开始有些新的转机出来 你看晶电在前面带着喉充 后面隆达 很多的股票这样一档一档跟上来 现在有没有哪些还会 强更强或后来举手 在这里我们看 今天晶电涨2.3% 隆达涨5.4% 你可以看其他的 这个光红跟他涨一样多 你看其他还有跌的 为什么 他都涨在这一组 红光的这一组 因为红光这一个是目前最夯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隆达好了 因为比较低价有人划人买 我们看隆达 隆达部分在这里 隆达我们看一下外资 你看 外资有没有托买 对吧 有托买今天用拉高的时候 有稍微小调 但是那个调节比这个买得少 对不对 你看他股价是这样 上去 跟我们大盘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他有两个体材 隆达有两个 拿两个体材 一个是 他说我有做红光的模组 另外一个 我有这个 红膜变色的模组 对红膜变色也有 那再来他还讲 我有切入 MicroLED 对他有切入 MicroLED 所以你看他股价是这样 你看 跟大盘大家在担心 往下 他才创高的 而且他这里 很可爱 还留一个跳空缺口 对 这个是攻击的信号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比较可怜的 可怜寵的 就一般的LED 你看 你看 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稍微把隆达前三季财报 给大家讲 一块 一毛八而已 一毛八 零点一八而已 但是光磊 你看比较便宜 光磊1.03 所以他有更好的财报 但是话题就出人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看 不是话题 展望 对 对 产业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可怜 他会跌 所以我在这里讲说 一个是红外光的 红外光三档 随便各自首号 你自己去选 那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法然的动向 对 那这一个是比较委屈的 你看股价 二十块而已 他有前三季赚一块钱 这是LED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要带您来看到 就是纯股足 都在等 哪里有那种 比较低基期 获利稳健 配股配息稳健的 畢力大攀现在那么高了 对 高攀不及怎么办 我们帮纯股足 来找找办法 来看到这个财报Q3 一掀出来 注意到 宏基这档股票 他交出了7年来 最漂亮的成绩单 不要走开 这个星期连续几天 我们几乎天天 都跟大家讲说Q3财报 是 从里面去找一些 投资的标的 跟投资的方向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 要跟大家谈一谈 是两个金 一个是惊喜 一个是惊吓 对 其实这两张股票 今天在股价表现上 两样形 菜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让大家很惊喜的是红基 这15块的股票 突然今天亮灯涨停板 是 原因就是因为他非常厉害的 惊喜的财报 反而和硕 这个是厉害人的 这个财报消息 反而股价表现两样形 为什么这两个 以前都是电子五哥 现在怎么落差这么大呢 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 借到苹果 哇 天堂 没错 但是你还在 PC产业没没收 地域 没错 但今天 宏基跟和硕 颠覆你的认知 对 我懂不懂 对 我们先讲一下 宏基 陈俊胜 今年股东会 登上了大卫董事长 兼了CEO 所以第三季是陈俊胜 这个出称台积电的经理人 一个完整经营宏基的季度 他叫出了亮丽的成绩单 多亮丽 你看 合并的营收605亿 重点在毛利率11.1% 很可怕 我以为毛三道四 11% 合硕才3.4% 这就是毛三道四 这是挂牌的新低 做PC的可以做到11% 接到苹果的只剩3% 怎么会这样呢 好 再看一下 这个宏基 最后的经历14亿 每股盈利0.48 我们估计它今年 大家可以达到0.7 0.8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这个产业 其实我们都只看一个东西 毛利率 你看 2010年开始 几乎宏基的毛利率 没什么进展 差一点的话 还只有剩6% 但是合硕你可以看 合硕 它的税后经历 只有36亿 单机的EPS 1.4 这个不如一起 你不是接到iPhone 8吗 大家算一算 可能 这个合硕 今年的EPS 只有6块 6块是什么概念 比去年的7块半还低 互成长 然后毛利率你看 其实它过去的这几个年度 大概都是5% 5% 6% 那怎么会掉到这个3% 公司解释说 原来五缺不是台湾的问题 大陆也有 缺工缺料 不过我们进一步来看 宏基有一年 我记得是2010年 我到了这个换国巴黎 我们叫香蟹大道 我就把它走了以后 能在香蟹大道两边开店 做广告的 都是世界第一流的企业 的品牌 台湾只有一个 就是宏基 所以当时我感觉还蛮骄傲的 那一年宏基 是全球第二大的PC品牌 那股价是100块 但是100块的时候 人无远利 必有尽忧 当时的CEO是燃起 那是外国 他一直充斥这个PC 那扩展了欧洲的通路 一直塞货 但是没有想到 同一年的下半年 苹果发表了第一代的iPad iPad就开始起代笔电了 对 还有你原来瞧不起的联想 2013年 成为全球第一大的PC的品牌 所以 鸿海市场打开了 你就感觉到那个风 你的KeyGate 开始有人联想来啃你的KeyGate 然后该转向的时候 另外一个要杀进来的是iPad 库克 那时候是蒋博斯 已经出手了 对 那宏基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呢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也没有转向 因为2011年南起就离职了 后来王政堂好像撞墙一样在迷宫 不晓得做什么东西 直到三年前陳俊胜来 刚开始也还抓不到方向 但是现在慢慢回来了 你虽然说要做什么VR 还要做人工智慧 但是你老本行是PC PC里面有一个毛利比较高的 就我们讲的电竹 它在去年已经整顿成功 电竹现在占它的营收占比 虽然不高10% 但是利润都很高 它推出一台的电竹笔电 11万台币 然后在欧洲里面 最重要是看欧洲 德国它的电竹笔电 宏基已经是德国的市占的第一名 那今年的产品 那个电竹你看很轻 大概2公斤多 360度的环转 玩家玩起来是非常的爽快 所以你看它已经 搅出了一个亮丽的成绩单 但相对的 我们看一下 河洲的问题来了 我们先看河洲的股价 现行好了 破底 带大量破底 公司的法说 它说明年第一季 还是一个单季 重点是iPhone X 可能会追单 但是它负责的是 iPhone 8跟Plus 会不会是之前说什么 转单伪创的消息 对 所以即便未来这个 苹果iPhone X 需求不错 跟河洲都没关系 所以我们预计 它可能还有一个低点 但是也不用紧张 因为毕竟它体质是存在的 等到低点的时候 去满起来 也不要想说它会多标 就是存股 它可以当存股吗 对 你要等 我认为应该是在明年的年初 你买来以后 我们股它可能还是花个4块 那你股价再低一点的话 我不想多低 但是可能殖利率有5% 算起来还可以 重点在宏基 重点在宏基 宏基从100块 过去几年最低跌到9块 最低9块钱 最低9块 但是你看 今天这个跳空的涨停 把过去的盘整的压力 全部都 大概创两年多高 都突破 但是我要提醒我们观众 宏基可不是标股 你不要以为 下礼拜一还要继续跳空涨停 还不是这样的 它本来就是温温的股票 股性就这样 问题是我一直强调的 这个会期 会通过税改 现在很多的内支 你叫它会去买那些 两三百块的瓶盖股吗 不会 但是它会宏基改变了以后 PC没有那么坏 重点是你要找对产品 把整体的毛利率给改善 所以我们估宏基 可能明年会配0.6 这样子利率有4% 4%不错 我底部打好的股票 然后未来的展望不是那么差 还有今天 其实宏基 把盘面里面一些PC的股票 像昆银 股松 都还拉到涨停板 为什么 投资人发现 原来PC不是你想象中这么恶劣 但是苹果工业 也没有你想象中的是天堂 所以他就去找其他的个股 有一些个股 一块看油盔转移的话 股价像昆银 就立刻拉到这个涨停了 所以宏基 你再帮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跳空缺口 有没有办法游手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底部都已经 几个月半 几乎大半年都打成功了 所以只要拉回来 大概宏 很多人买盘会上来 但是接下来看起来要整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